昨天CBA中植兰北京金鱼对青岛双星 你看光瞅这俩队的名字那就告诉你 一定会撞出满眼金星 咱们别说的这么火爆 改种说法 要我说这场比赛就是一个巧克力的牌子 M&M 马布里和麦克格雷迪 人们早就预测这是一出大戏 不过大戏落幕 人们说的最多的不是结局 114比102北京大胜 而是这出大戏的一个插曲 而这个插曲的主角是两个身体部位 北京的手指头和青岛的胳膊肘 开始新闻前先说 我刚刚看到的新华社 今天上午10点的一篇报道 中国蓝鞋有关人士就表示 目前的CBA的规则 尚未明确禁止摇手指的动作 但是对于挑衅激怒对手的行为 肯定是不鼓励的 今后是否禁止将进一步研究 好了 说了这么多 回到比赛现场 这场大戏当然要从这次肘鸡说起 在第三节 金鱼进攻 麦迪防守吉喆 或者用一记三分球 还以颜色 在挥防过程中 吉喆对麦迪做出了美芝兰赛场上 绝对算是挑衅的手势 摇手指 麦迪当然不会视而不见 于是做出了这个久击动作 这也让麦迪首次在中国赛场上 得到了满场的盗牌 究竟是什么让这位昔日的巨星如此气息败坏 表面上看是急着的挑衅 而背后是催起自身的心态变化 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位巨星在首钢的第一次亮相吧 尽管是客场挑战北京的对手 但麦迪在首钢的人气颇高 老麦似乎对此也非常受用 然而不知是过于亢奋 还是把这场比赛太不当回事 比赛开始了 麦迪竟然还没有换球衣 匆忙间9号变成了屁号 首阶比赛 麦迪一展巨星风采 单打独斗 领居队员们防不胜防 没几分钟 麦迪得分就已经上双 然而作为这出大戏的另一个主角 斯蒂芬马布里毫不显眼 没有花哨的上篮 没有抢眼的数据 只有冷眼旁观 麦迪的疯狂表演 首阶比赛 青岛双星以33比29 领先北京金鱼 第二节 两位主角下场休息 缺少明星的两支球队 真实实力开始显现 北京队开始反击 成功的以58比47 将比分反超 第三节 麦迪和马布里重新登场 麦迪继续自己的单打独斗 游离在球队之外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得分 得分 再得分 而马布里则像一个 站在山岗上 五十战场的将军 他不记忆冲锋陷阵 而是调动全队 寻找着青岛队的软肋 麦迪报告后 面对吉哲充满敌意的眼神 似乎在诉说他 此时此刻的心情 急躁 不 是暴躁 随后 在防守中 麦迪对陈磊的侵犯 不仅为吉哲的摇手指 埋下伏笔 更为麦迪自己的爆发 做出了铺垫 然而 此时马布里则是异常冷静 快速反击中 他宁可放弃得分机会 而是把球传给年轻的翟小川 尽管小川未能在麦迪的防守下 靠近这个球 但这次难得的机会 相信会在小川的心里 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一细节 让我们看到马正伟 用心良苦 麦迪是巨星 但在金鱼小家面前 毫无威严可言 因为他得分再高 但是他的球队 还是输了球 从另一个角度上看 麦迪让北京全队的信心 得到一个提升 当比赛进入垃圾时间 北京队领先对手13分 比赛不足一分钟 然而此时 那个曾经在35秒 神奇得了13分的麦克格雷迪 毫不在意场上比分 跟球迷打起招呼 这场比赛 马布里得分并不高 同样在替补席上的他 则是格外兴奋的 趴在广告牌上 记起赛季初 当所有人问老马 麦迪来了 你怎么看 老马说 走着瞧吧 走着瞧吧